嗨 這樣有成衣嗎?有 好 大家好我是貝斯 那今天就是由我來幫大家解說新手教學 那首先呢就是大家進來就是一定就是帶著那個門禮物套進來 然後就是請大家首先就是要請你那個放輕鬆 然後其實我們今天呢就是最核心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以盡情的在這邊吃東西 然後餵飽你的餵飽你自己之後就是你就可以開始跟大家一起就是做一些事情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就是秉持著開放協作的精神 那他有什麼秘訣呢?就是首先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場地這邊的事情 就是有三要素就是電源網路 然後電源就是聽說就是這一次會議室裡面就是是全新的椅子 所以大家旁邊應該都有那個就是插頭 所以大家可以找一下自己旁邊的插頭 那網路的話呢等一下會跟大家說怎麼登陸 那比較重要的事情就是就是露衣室裡面是不能飲食的 就是水或者是吃的東西都不能帶進來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如果你有杯子的話呢要蓋上蓋子就可以帶進來 那電源我就剛剛講的是在椅子旁邊 那如果是前面的話呢 因為前面的話他的電源是在地板上 所以我們都會有那個延長線 所以就是找延長線 那網路的話大家手上就是今天有拿到那個新手教學的紙嗎? 那上面的話就是應該有教大家就是如果你想要登陸網路的話 就是請先找到這邊的Wi-Fi 它叫做AASKACE 然後如果找到的話呢 它它就會要就是挑出一個視窗要命 就是註冊帳號 那你看到這個畫面之後就看到下面有一個申請延課帳號 就可以點它 然後填寫你的資料 然後填寫完之後 應該就會有一個申請成功的畫面 那這時候就你就可以登陸就是輸入你剛才打的那個帳號密碼 然後就可以登陸 然後這時候應該還會再跳出一個畫面說法驗證的這個畫面 那再請你按繼續 然後如果有這個畫面的話你就繼續按下面那個繼續前往什麼時候網站 就是你就點開那個詳細資料然後下面就可以進去 然後最後就是 然後最後就是 如果你連上網路就務必 記得一件事情就請你要到那個 就是你剛才填的那個email裡面去 收信就是有一個認真信 那如果你繼續點認真信的話 那裡面 就是 聽說沒有點認真信的話 可能那個消耗會比較久 然後丟電的話就是它可以保留一天這樣 好 以上就是那個網路的問題 那如果 如果有問題的話就等一下可以再來找我 不好意思 那就是 回到本次的重點就是 大家如果今天來黑客送的話 就是 非常重要就是 有我們這次有那個 我們每一次都會有共筆 那就是大家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左邊這個欄位 那要怎麼點進呢 就是上面這個 這個連結就可以進來了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大家 如果 你剛才那個太長 你可以大家短板的 就是hack.gb.tw 裡面有一個 當其黑客送共筆 然後就會一樣就會進來這邊 那 左手邊就是我們的資料欄目都在左邊 那 右邊呢 就是 你點左邊它就會存在右邊 所以內容都是在右邊 那 如果你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的朋友 那就是 我們的一些 基本的參考資料都會也會放在左邊 就是請你看那個 黑客送初心者 的 這一個欄位 就是底下 包括 現在講的這個同一片都在這邊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來 然後 如果你是想要來發起專案的 那我們也有就是 提案流程在這邊 就是請大家要去看一下 就是包括 裡面有包括就是提案 然後 提案的東西 然後流程等等的 然後 然後 下 在下面的地方有一個就是 如果你要提案那 要怎麼提呢 裡面就有一些模板可以讓你用 然後 呃 大家如果去看那個 有一個提案流程裡面 然後有一個 要提案看提案裡面 大家就會看到今天的流程 那 呃 呃 如果你想要提案的話 你就可以先進去裡面填 然後就是要 我們大家注意授權 然後 呃 如果你要切坑的話 就是 你要請大家幫忙的話 就是這樣 你要切出明確的粉工 然後看能不能讓大家跳坑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如果你之前 呃 專案 如果你之前一定有提過專案 然後這次想要繼續的話 那 就是也可以把資料放在座 呃 放在提案那邊 或者是左邊啦 我也給大家參考 像這樣 好 所以呃 剛剛那個就是 大家如果想要找 這次公平資料 就麻煩 再說一次連結是這個 然後 呃 我們還有一個 呃 片點是那個 Hackpack 就是 這一個可以 呃 共筆的話 大家可以在上面使用 就是 gmb.hatpack.com 那 就是這裡的話 就是可以開放 讓就是說 有人共同編輯 這個筆記 那如果你 發現你 沒有辦法登的話 其實就是 你要先 呃 用Google 或是Facebook 帳號 登錄 那 登錄之後 你就應該就可以在這個 Hackpack上面 打字了 然後 呃 Hackpack之前就是 因為 一些原因 所以 差點要收起來 但是就是感謝 呃 社群裡面的參與者 就是 Ronnie 對 我們有那個 就是 呃 專案 Middle 2專案 所以我們現在 還是放在 呃 我們 呃 GNV Middle 2的主題上面 這樣子 所以就是 它本來快要死掉了 現在就復活了這樣子 那 呃 為了大家 為了防止那種 就是差點死掉的情形呢 就是 我們 就是還有很多就是這種 共筆的 品牌 大家可以 就是斟酌使用 就是像 Hacknd 或是 Hacknd Drawbox等等的 那這個就是 Hacknd 就是 它的網址就是大家 打 Hacknd.io 就可以進去了 然後 裡面 裡面可能會 比較 稍稍 複雜一點 就是因為 它需要 就是有一些 呃 語法 它才會變成 就是左邊是語法藍 然後右邊是文字藍 不過如果你 就無法記住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就是 裡面都可以直接點 所以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這樣子 那 所以呢 總之就是 如果 就是 大家還有很多問題的話 就是 呃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大家可以 呃上去我們的那個 step平台 然後裡面 呃 很多人其實都在裡面有 然後 裡面聊天 那你就可以 你加入的方式呢 就是你可以點 你可以打那個 join.gb.tw 然後 呃 邀請自己 就是你在下面輸入自己的email 你就可以邀請自己 那你就可以加入 呃 我們的 slack平台 然後裡面就有非常多人會在裡面 然後 呃 再來就是幫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 常會用到 屬於什麼 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那個坑 坑呢 就是指的是 就是 你來這裡 然後你可能需要找 可以處理的工作 就是坑 那 呃 專案的話 通常專案的話 會有一些坑 就比如說 呃 需要界面設計 需要資料 或是需要文字等等的 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一個坑 那 所以我們就是 來這裡就是 挖坑 推坑跟鐵坑 到處都是坑 好 那 呃 如果你想要知道 就是gmv之前做過什麼專案的話 你可以參考 這個網址 就是上面有很多 就是之前曾經執行過的 上百個 轉案的裡面 那 就是 如果你不知道做什麼 或者是你有想 想要找什麼 靈感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找 好 那再來就是 加加 就是如果你在那個 我們的平台上 slack上 或是其他一些 聊天的地方看到的 就是大家都會說 誰誰誰架架 那加加的意思 其實就是 對就是讚的意思 就是 然後 所以我們就會說 那個誰架架 就是說那個 你很棒 對 那 如果你 如果你就是 可能 就是自己設計的嗎 不會寫程式 或者是 或者是 你就是 但你還有自己很多 自己的專長的話 也沒關係 就是我們有 就是 一樣就是在左邊的欄位 我們有那個 非資訊人員 參與指南 你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就是 你可以來這邊做什麼 就是 基本上我們希望 大家來這邊就是 呃 你 就是你絕對有事情可以做 那 呃 剛剛大家進來應該有看到 就是外面有那個 技能貼紙 就是大家可以找 屬於自己的技能 然後 就是 可以貼在 名牌上 或者是任何一個 想要讓大家看到的地方 好 那就是 除了 我們除了 兩個月一次的大松之外 我們其實 就是 還有非常多的小松 就是會在平時舉辦 那 呃 這些都會在我們的騎士地上面 有放 那 呃 其他的小松 那大家都可以參考 這樣 對 所以 呃 如果你覺得就是還不夠的話 你可以就是自己來 對 自己的黑客松自己開 好 那 就是最後 幫大家結論就是 如果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就是 呃 今天 今天就是 應該大家進來就會有拿到一張 線手任務的紙 然後麻煩要大家 就是大家可以參考上面的那個項目 然後 填完之後就可以 就可以來找我 然後 我們有那個小禮物 但是小禮物沒有非常多 所以就是 可能要 儘快 對 因為我們今天非常難得 就是非常多 第一次來的朋友 是 那 然後當然第二個就是 剛才有提到的那個stack上面 大家都也可以上去試試看 然後最後其實就是 大家既然都在現場 那就是歡迎 到處提問跟打散 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們 呃 這個就給大家參考 就是 呃 我們在那裡討論事情 基本上的 一些 事項 那 再來就是 呃 就是來這裡就不用怕擔心 可能 你事情可能沒有做完 或者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的精神就是release early release often 就是 你只要有一點點想法 其實你就可以提出來 那大家就可以幫你把 可能就可以幫你把事情繼續解下去 那 最後就是 呃 我們的名言就是 不要問 為何沒有人做這個 就是現場了你是沒有人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呃 都可以在這邊守門沒有人 然後人人有坑路 坑坑有人 謝謝 然後最後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今天下午一點半 有那個旅遊團 就是 就是 我們會帶大家那個 走一遍就是這裡 就是 如果 你在這裡很迷 你一直到 下午一點半 你還是覺得很迷茫的話 你就是你可以來 試試加入旅遊團 我們會帶大家 帶大家 走一趟這樣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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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